問阿居樂是否會坐 這個 chat room 有朋友問 他說9元買了 他說應該繼續坐還是離開呢 阿居樂的情況比較尷尬 不想的 是的 尷尬的 買了一跌 買了一跌 我也中過一幅的 阿居樂在9月10月那段時間 因為那段時間內房股 我也覺得有得彈 那時賺就賺了一些 1109 1109和6800固然說更好 他隨便意見一點 我覺得阿居樂 123 月秀地產那些都可以OK 那當時的出發點就是純粹覺得 全綠燈就沒事了 是 但是為什麼股價一樣跌下來 因為原因就是街兆業 街兆業一樣全綠燈 現在就是發現那三條紅線 簡單來說是廢的 就是沒有太大指標性在那裡 現在市場仍然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在那裡 是 但是你落到這一刻 它5元又收到的話 我只能夠用局搜來應用 是 那麼街兆業有問題 又不代表阿居樂一樣有問題 雖然它的債價一樣被人拋售 但是只能夠見步行步 我會建議以5元作為一個止斜位 穿了的就先 如果穿完之後有幾分分 你可以進回去 如果你鍾情於這隻股份 暫時以5元這個分水嶺 作為一個出出入入的馬力位 但是如果你說 你又不可以看得那麼短線部署 就是你又不可以長期盯住的話 那就控制住馬 如果你很重貨的話 穿5元局部減遲一點 如果你不重貨的話 都可以選擇手抹它 但是一定不會以溝貨 加著這些策略 去面對著當場的股份 但是都是先坐著的 都可以 是的 這個是不是也是叫局坐 可以這樣說的 就是那個基本因素 又不是真的第一天才資賊 你現在唯有在這些位置 之前又不止蝕 所以就是局坐 所以你怎麼會出現一個局坐的狀況 就是你之前沒有做好風險管理 你無視了這三四個月內房的相關風險因素 所以就是局坐 你為什麼叫局坐 通常會有背後的原因 就是你無視了之前市場一些風險因素 你又博了現在又在負面的情況下 這些位置只蝕又怕只蝕又彈上來 所以就是局坐 你按道理就不應該買你的股份 或者買了應該是要投降的 但是既然沒有投降 這些位置你又擔心低位走了 就是局坐 可能就是聽你的建議 你說為什麼買了 我們6元的時候買 就是同樣地 我們在討論駁的時候 怎麼會不定止蝕位 就是我們在討論駁的一樣東西 你無可能不收 還有我們在指示的時候 都是6元 你9元那些位置買 炸到二十克 就是這三四個月內房是否沒有消息 不是的 所以你要面對著就是五元做指示 我建議這樣做 嗯